美国跟台湾的军事交流 我前几次来都有提到 我前几次来一直都有在慢慢提升 因为这个东西应该是说 在应对中共的这个远程投射能力变强 那美国自然就会加强跟台湾的合作 来维持这个区域的平衡 因为这是一个 这个是它长期以来的一个策略 就是这样 就是维持两岸军力平衡 防止失衡发生 所以我不认为说 它完全是跟这个贸易战有关系 而且我觉得美国方面 也会对这些事有所节制 比方说前阵子传的很大 说陆战争要来台湾 那其实你把它叫停了 那我也不认为说 美国真的会为了台湾跟中共 做一次全面性的对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也不认为说 这个贸易战争会变成全面的战争 因为我以前也讲过 说美国跟中共互相的 那个相互依存还是很高的 那而且我现在认为 我个人的看法是 如果美国和中共真的全面开打 只有一个国家会得令 那就是俄罗斯 所以我是认为美国跟中共 双方的领导层 可能都要自己去评估说 这个战打下去 是不是对双方是有利 还有那至于冻结这位 李尚福的 我是觉得中共 他们就是说 这些解放军的鹰派 一方面他们在国内 讲的都是非常民主主义 非常强义 非常反美的话 可同时他们却又在美国 洗钱色彩 那我觉得美国去做 这样的事情 也有它的震荡性在 因为确实是有点很夸张 你们在大陆 你看这些什么战狼那些电影 讲什么 怎么在你身后一定会有个强大的主 结果这些将你跑到美国去买房子 或把小孩子送到美国去 其实当然不是只有解放军而已 他们共产党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就表示说 那这样子做 那我是觉得给他们一个当头棒喝 也没有什么问题 本来就是应该的 那居然你们那么喜欢强调 什么中国伟大复兴 那就留在大陆就好 干嘛还要到美国去涉产呢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 可是我也不会说一定把这件事情跟贸易在联系在一起 我觉得这种事情本来一直都有在做 当然有时候美国跟大陆关系稍微好的时候 他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等到关系不好的时候 他就找一个人出来杀一杀 这个你也不能说他没有道理 但是这个情况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 而且也是有他的正当性在 那本来就是你来我国家洗钱 我要这样做 然后在大陆宣传反美的思想 这个我觉得本来就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但是是不是一定说是 要准备跟大陆全面开战 我也觉得不至于